到我来真靠不断劳广 老人照顾博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所以相关人材博物就相当重要 五月中下跟南岛博物就来参业合作 让这照顾博物科的学生可以来博物试试 也在博物试后让他们直接去博物试试 当时博物试也跟中台科技台行来合作 和博物试就算博物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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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开始博物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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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来完成大学扩庭 提到大学相关证书 取得照顾服务专员的考照的资格 台湾老人人口是越来越多 老人的照顾是变得更加重要 因此相关的灵质的欠缺是越来越多 又由高中跟南岛便宜来进行合作 利用高中三年的时间来学习 而且比较后再次进来南岛便宜的工作 未来还可以完成大学扩庭 希望来保住老人照顾所需要的灵质 目前第一班目前是有 我们目前有30位的学生 但是第二年的时候听说会有60位 不过我想这照顾的科手完全都是不足的 每年的照顾员 而且因为照顾员年纪就偏大 他们体力上其实在服务 有些年轻的我们同学都加入 相信这个照顾可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我们也不怕学生找不到工作 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想是产学合作 我想是非常有必要 也非常让我们这个年轻人 不但我们不要再依赖家庭 自己还可以助力更生 因为现代社会输求 好好与业界来进行合作 也是全国第一的 各种大学与便宜来作为合作 让学生可以学到专业技术以外 也有业界的经验 当时还可以完成大学扩庭 提到大学相关竞输 雷卡是不会赴人材 也提供人材留在当地的机会 给这领算散播的哦 就算了 对哦 我看到了 对哦